Covid-19不只在工位产生影響 同时也对于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 各国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衰退 都提出了蛮多的一个纾困的一些振兴的措施 美国在2020年的3月 提出了一个叫做Cares的纾困法案 那金额大概是2.2兆美元 那接下来在2020年的10月 他又推出了一个叫Heroes的纾困法案 那金额大概是3兆美元 所以加起来光是在2020年的话 美国花了大概5.2兆美元的那个纾困金 欧盟也实施了所谓振兴复苏法案 金额大概7500亿的欧元 我们在SARS的这段期间 我们建立了所谓的防疫指挥中心的整个系统 那我们也知道说这种类似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很重要就是口罩的措施 因为SARS其实其他国家并没有对我们伸出援手 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自己庆身去收集资料 2020年1月我们首先领先全世界所有国家开始做所谓的边境管制 为了要减缓这个疫情的冲击的话 台湾也有所谓的推行很多的纾困振兴 那总金额达到1兆500亿 在疫情的这段期间的话 政府其实推出了蛮多振兴措施 三倍券的设计的一个方式是让民众先付1000块去换取3000块的一个证金券 同时在疫情期间很多厂商或者是店家 以买越多省越多的口号来促销产品 就整个商业营业额来讲的话 在2020年的4月跟2019年的4月同期来比的话 在那个月就减了大概两位数以上 但一旦政府实施了所谓三倍券之后的话 在2020年的7月 它跟2019年的7月出现了所谓的年增长 而且是变正的 那正的大概是2.8 所以终止了大概连续五个月的负成长 那甚至在下一个月 也就是2020年的8月 年增长率更达到所谓的8.2% 疫情期间观光旅游大爆发 在各国纷纷祭出旅游禁印的时候的话 由于台湾的防疫做得还不错 原本台湾人会在国外消费的金额 全部都转成国内来 2020年的时候 整个台湾的旅游消费 跟2019年相比的话 年增大概有10.55%这么多 面对这样的百年大疫 各个部门当然就会动起来 比如说这样样子就开始降息 那降息当然是对于中小企业 或者是企业有蛮大的帮助 那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做一些纾困的贷款 尤其是金管会 那行政院的话当然就是国发会主导的所谓的正经三倍券 其他部会的话比如说像交通部 他有所谓的安心国旅补助 还有文化部有所谓的依放券 那客委会有所谓的客庄旅游券 那教育部有所谓的动资券 农业部有所谓的农油券 甚至民众以及企业 他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话 在上班上课的方式的话都有所改变 比如说像有异地上班啦 居家上班啦 分流啦 或是线上会议以及线上的课程 所以使得全年的那个GDP成长达到3.11 当年全世界有正的GDP成长的国家 也大概只有四间 那我们排第四 那其他那三间都是中亚的小国 也彰显着说我们的防疫政策 其实还做得蛮不错的 整个经济消息来看的话 领券的人数占当时的总人口比例 大概98.25% 我们的防疫成功促使我们的国内旅游 非常的通勃发展 民众的消费希望改变 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那同时再加上很多人就不能出门 那也有一些管制 所以网购相当的盛行 那也使得超商展店的那个速度也加快 大多数的零售商的回馈都是非常正面的 不管是从大型的百货业者 到传统市场的摊商 或是小店家 那都感受到整个振兴券带来的一个经济复苏的力道 振兴券的请领方式很多元 那同时再加上所谓的数位绑定的加码 那不仅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那达到防疫同时也促进所谓的数位转型 公司部门的一些协力合作 共创整个经济活力跟消费创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